SWIFT SWIFT我們就知道 因為它前程上是一個非營利的 不是官方的機構 是國際性的機構 它的總部是在Bursell的 但是它的國家是幾乎全世界的國家和地區 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參與在裡面 它就主要在哪呢 它主要是金融交易的信息提供和服務 它背後說是金融電訊 但關鍵是一個支付手段 還是一個 這個支付手段背後呢 比方說國際貿易 一個國家的國際貿易 通過這個銀行的接收會 它是要通過這個SWIFT SWIFT最大問題給你提供安全性 就提供對方的支付方式 支付手段以及支付信息 你當場就可以知道 這樣呢是讓我們說是一個金融信息提供服 但事實上呢是一個 接收會 接散單位 支付單位 那麼在這裡邊就出現一個問題 就在這個系統內 你經營交易支付 接散 你是安全的 在這個系統外 如果你被卡死了 你就沒法跟任何你以外的其他的金融機構 比如說現在說的一萬一千家 你就沒法交易了 那麼沒法交易的問題呢 就是說 等於就把你的貿易給卡帶了 把你的金融的國際交易給卡帶了 如果一萬一千家 就是俄羅斯以外的機構不能跟它進交易 俄羅斯的能源出口 俄羅斯的商品進口 俄羅斯的金融交易 全部要比中單 所以我們能看到 如果用SWIFT 那麼俄羅斯的經濟就會大幅的下降 這是肯定的 因為它主要的出口是能源 石油 天然氣 而出口的方向就是 主要還是在歐洲和美國 當然反過來呢 歐洲就會受到巨大的打擊 因為歐洲的能源價格會大幅表示 所以不是一家對俄羅斯的問題 是對全球的問題 不能完全說是對俄羅斯的打擊 它是對全球貿易的打擊